习近平趁十一拉拢元老 学者分析中国面临多事之秋 黎巴嫩哈马斯头目生前兼任联合国负责人 高市早苗无意入阁 是本名夫皆石破茂难言之隐 中国股市疯涨 浙加外资却撤出中国 绝不后悔 中共海警包围黄岩岛 威胁菲律宾渔民生计 首个强台风登陆高雄 山土尔获创历史 专家呼吁严防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汉药文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建政75周年 党魁习近平先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拉动股市暴涨 紧接着北京举办音乐会和招待会 出动中共新旧元老大搞庆祝活动 不过分析认为习近平面对的经济挑战越来越激烈 中共各元老轮番的初期十一前的音乐会和招待酒会 前常委中只有胡锦涛 朱镕基和宋平缺席了所有的活动 在30号晚间的招待酒会上 习近平还安排了前总理温家宝和前政协主席李瑞环 分别坐在自己的两侧 独立媒体人蔡生坤透露说 听国内朋友说 这次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之后 习近平身边的人特地拜访温家宝 温家宝反复强调信心比黄金更加重要 提振信心对消费经济稳定和政局的稳定非常重要 温家宝对自己当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救助计划一直很得意 也建议习近平采取类似的政策 大幅度的刺激经济 这有可能就是温家宝能够坐在习近平隔壁的原因之一 因为最近的股市暴涨 多少给习近平挽回了一些延念 而目前经济危机就快影响习近平的四连任了 还威胁中共政权 不过很多学者认为 中国的经济难救 中共出台的措施不仅没用 反倒可能再割一回韭菜 民间也有类似的警告声音 如网友路易崇真发文说 这两天的股市就是2015年股灾大逃杀的重现 2015年股灾从启动到崩盘经历了10个月 这次使权贵利益集团利用习近平的愚蠢 再次拉高股市 和法国大革命前夜一样 贵族们垂死一搏 资产逃窜 彻底掏空国库 革命在即 美国之音在10月1日的报道中也说 中国经济阴霾可能持续多年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林和利说 高失业率可能最让北京头痛 这会引发社会动荡 也让民众质疑中共的统治正当性 这是中国迈向建国百年的最大不确定性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 习近平为了稳固权力 未来可能会想办法摆脱困境 可能发动局部的战斗 或者是在国内有掀起类似文革的运动 利用民众的仇富心理 再来一场均贫富 李恒青说 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应该是正值多时之秋危险的时代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也认为 习近平越搞不定经济 就越要靠民族主义来确保统治的正当性 最经典的手法就是通过对外强硬的军事手段 来转移内部的矛盾 此外 陈世民谈到 北京现在最迫切的政治危机 是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 中共二法首国务院总理李强 及排名第五的习近平头号心腹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都不是潜在的接班人选 如果没有安排接班人 万一习近平突然发生变故 中共内部会掀起心风血雨 可能会让中国在斗争之下 处于某种程度的政治混乱 那个时候它的对外政策 也会是一个不理性的状态 港府在11黄金周 推出了400多项活动 希望替北京宣传的同时 又能够推动香港的经济 这期活动有不少消费优惠 如半价看电影等 但是不少市民表示 没有计划十一出去消费 连中国游客也表示 不会在香港过夜 据自由亚洲10月1号的报道 民意研究所9月30号 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普遍的香港市民 对于政府搞的所谓的盛事 没有印象 认为是浪费钱 失败等 在尖沙嘴工作的张先生表示 港府宣传不够 不太清楚有什么活动 而且自己要上班 有折扣都不一定想要消费 大陆的学生陈先生表示 住处附近有很多的横幅 年年都见到 觉得一来太夸张 二来明明是一件简单平凡的事情 搞得这样的天花龙凤 金会大学副教授陈家洛 对自由亚洲说 以香港的经济结构 这些活动最多只有几天的经济效果 至于在香港的内地人 来自东莞的小军表示 不知道香港有什么活动 但是十一约了朋友在深圳 所以不会留在香港 从深圳来的西西说 自己到晚就会回深圳 没有时间看表演 官方同时也没有忘记 2019年国商日大游行 因此已经在多处部署警力 以色列9月30日空袭了黎巴嫩 一名哈马斯在当地的领导人送命 随后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说 这名哈马斯领导人是该难民机构的雇员 3月份以来一直被行政休假 以色列连日来多县开打 除了在加沙和哈马斯作战之外 还空袭了黎巴嫩的贝鲁特 以及黎巴嫩境内的数十个真主党目标 其中包括一个专门收容巴勒斯坦难民的难民营 哈马斯随后证实 他们在黎巴嫩的领袖 法塔赫·谢里夫在难民营身亡 以色列驻日内瓦外交使团 在社交媒体贴文说 猜猜谢里夫先生的第二份工作是什么 他是一名校长 是黎巴嫩联合国 近东救济工程处教师协会的负责人 这一案件证明 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对员工做禁职调查的方式上 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美国之音报道说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说 他3月份听到指控说 谢里夫是哈马斯成员 因此从第一天就启动了调查 他因此被停职 没有职责 没有薪水 并接受调查 拉扎里尼还说 直到本周一 他才听说谢里夫可能是哈马斯的指挥官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石破茂正积极的阻隔 他一度的邀请在总裁选举当中失败的高市扫描 出任自民党总务会长 但是被婉拒 日本资深媒体人士本明夫 10月1号发文解释说 按照惯例 当选的自民党总裁会示出善意 用重要的位置安抚主要的落选者 促进党内的团结 比如安倍钦三2012年战胜石破茂之后 立刻邀请石破茂出任自民党干事长 干事长有人事权和分配预算权 但是石破茂只邀请高市扫描出任总务会长 很明显没有诚意 总务会长负责党内的协调 没有什么实权 类似名誉职位 石破茂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自己的派息太小 这次选举主要是靠菅义伟 安天文雄等众多的实力派力挺 欠的人情太多 只能先论功行赏友军 有分析说 石破茂这么做很冒险 没有把党内最大的对手高市扫描 收在自己的麾下 一旦有事 高市扫描就有可能发动倒阁 弄不好石破茂的内阁 会在短期之内结束 而且和高市同属保守派的小林英芝 也拒绝了自民党广报委员长的位置 石破茂说 如果高市接受邀约 那么将来即使是内阁出了问题 高市也有连带责任 就没有办法带头倒戈 按照现在的这种情况 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 高市和小林两人联手倒戈 石板明湖还说 《产兴新闻旗下的富士晚报》发表评论 劝高市扫描不要入阁 认为石破茂盾政权将短命结束 高市扫描要提前做出准备 中共在十一之前出招拉抬股市 引A股暴涨 不过瑞士私人银行 瑞士龙澳却完全的出脱 所有中国资产 瑞士龙澳管理的资产高达 2090亿瑞士法郎 其中大部分来自私人客户 瑞士龙澳投资长史卓贝克 去年11月份上任之后 第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出清所有的中国资产 史卓贝克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 瑞士龙澳原本在中国的资产配置是6% 但是现在已经清空了所有的中国资产 转进美国股票、美国公债和美元 他说这决策产生的效果非常好 即使中国股市刚刚出现了2008年来最大的涨幅 史卓贝克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当局的刺激政策 会对股市或者是经济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是短期的措施用来提振市场的信心 但是坦白地说 当官方以任何的具体方式介入资本市场的时候 我通常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菲律宾渔民表示 中共海警船全天候导包围南海的黄岩岛 尤其是中共自6月15日起实施的海警执法程序 扩大海警执法权 令菲律宾的渔民恐慌 香港南华早报9月30日报道 黄岩岛水域距离菲律宾三苗里市省约120里 在菲律宾200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之内 不过菲律宾的新马辛洛克渔民协会主席 菲律宾表示 自从中国海警执法程序生效至今 黄岩岛被中共的海警完全包围 四艘船长期驻守 任何人不得进入 最近苏比克湾一小群渔民 在黄岩岛周边捕鱼时被中共驱赶 还为中共用武器瞄准威胁 菲律宾强调 中共的做法冲击渔民的生计 估计渔获量减少近70% 山陀尔台风10月1日早上升起为强烈台风 在巴士海峡以每小时10公里的 非常缓慢的速度向高雄行进 气象专家指出 目前预测山陀尔会在2日晚到3日凌晨 在位于高平岛屏东一带登陆 历史上从来没有强台风登陆高雄的记录 民众务必要做好准备 气象粉砖《观气象看天气》 反文说 感觉是在挑战历史 预估在山陀尔与2日晚间 3日凌晨登陆的时候 也是台影响范围最大 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观气象看天气》提醒 台南市高雄市平东县及台东地区 在台风中心附近时会出现暴风 务必待在室内紧闭门窗 做好门窗的加固 大台北及宜花也要防范较大降雨 以及强震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今天是10月1号 也是中国的国商日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 无论是人为还是天象 一定会在这一天 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 金仪之前说过自己的感受 这个年代就是人们在兑现自己做过承诺的年代 所以那些说为共产党献出生命的人 要么小心点 要么就赶紧公开退党 退团退队 中共交给中国人一句话叫做 生在新中国 死在红旗下 今年就有人来兑现这句话了 网传视频显示 9月29号四川成都突然刮起了大风 金浮路附近的一个悬挂中共国旗的路灯杆断裂倒下了 一辆途经此处的电动车正好被砸中 交警到场之后 第一时间先用布盖住了电动车和商者 以防止人们拍照 不知道后续的消息如何 但是有网友说 这真正的是做到了 生在新中国 死在红旗下 另外一面 9月30号的晚间 广西南宁 有男子在广场上免费的发放中共国的国旗 但是市民要先踩地上的日本国旗才能够领取 不少大人小孩 健壮纷纷的踩踏日本国旗 以领取中国国旗 人们都说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或许这就是在培养雪花的过程吧 但是呢 这个结果很快的就出现了 9月30号的傍晚9点多 上海的松江区庙前街沃尔玛发生献中事件 一名男子手持匕首在商场内四处献中 根据警方的通报 三人因此而遇难 18人受伤 其中有两名是小朋友 警方的通报显示 犯案人员是因为发生了经济问题 为了泄愤到上海报复社会 有网友说 这就是中共造就的献中们 在给中共建政周年的完美献礼 有网友学中共外交部的回应说 这只是偶发事件 还有网友说 就算是股市充门面涨得再高 也盖不住中国社会的岌岌可危 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如中共所愿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以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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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